有位吴先生,吴先生您请说 你好,全国的尤其台北市的观众你们 看到我们台南市赖清德 你们也不要对柯文哲有太多的指望 因为柯文哲或者是赖清德 他其实也是受到其他人的那种控制 他根本没有办法真正的做事 所以才会变成这种状况 就这样子,谢谢 谢谢吴先生的发言 其实要回过头来关心台南这边 拿了那么多的治水预算 而且真的,我刚刚提到 赖清德是在三月的时候 接受中国时报的专访 赖清德自己就非常高兴 花了三十年做不好了 我三年就完成了 他就讲三爷西 结果现在淹水了 我现在当然有人出来解释了 说三爷西现在只做好左边 右边还没有做完 那这次就淹了 是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 时间不够 那另外一个是 也有人这样说 说八八水灾的时候 就是2009年的时候 那时候是淹到脖子 那这次是淹到腰 所以是有做 有改善 可是这里我要重复一下 宋楚瑜的一个讲法 我觉得很有道理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动省 那省本来是做各县市的协调工作的 那结果省不见了 那中央又接不上 那结果呢 你现在把县市合并嘛 因为台南市高同市都是县市合并 那县跟市的协调其实本来就做得很差的 因为以前都是省府在做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这你可以看到很多 事实上包括台中也一样 那个台中市要去附和台中县 台南市要去附和台南县 这个有很多界面都做得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 你如果从长一点看是有一些后遗症 不过我还是总体讲 我觉得赖清德 他做的治水还是做的比高雄市好 高雄市这次的问题 尤其是这个灾区附近的那些地方的淹水 我就不讲男子了 我是觉得相当离谱 可是他要问 拿了那么多的预算 为什么没有做到好 真的是时间不够吗 我高雄市有盖五个志宏池 但还是淹了 是啊 还是淹了 那个时候 民进党县市长联合起来 向中央要八年八百亿 还有民进党的立委 之前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先接一通 张小姐张小姐请说 张小姐您在线上了 对 是 你好 我是说本来在那个国民党的党区的灾区的话 民进党都很会骂 那为什么这次过高雄跟台南发生这么大的问题 好像都没有看到他们民进党出来提供意见 还是说什么问题 没有人出来骂 声音都很少 声音太少了 而且我本身就是九二一受灾乎 那刚才你们有提到说他们灾乎到现在没有拿到钱 其实我跟你们讲 我到现在都没有拿到任何一个一毛钱的什么灾乎钱 我是九二一全岛新房子全岛的灾乎 那我到现在一毛钱都没有收到 我们是收到二十万的 只有收到二十万的灾款 那个什么全岛还有半岛 再来就是我们的租金三万六 就这样子而已 其他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说灾难来的时候 不要是财团赚钱的时候 好 九二一基金会有一百三十亿 是二十万之后就没了 我们后续再来讨论了 不过先回归来啦 来关心刚刚这一位民众所问的 我们还是先请郭教授 为什么没有听到绿营的声音呢 不 这个是民进党执政 是啊 在野党是国民党啊 国民党艺人当然要出来监督制衡啊 是这样子吗 当然是这样子啊 不能自己来检讨一下吗 邱伟 其实我知道说有有人在批评 可是上不了媒体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媒体他就是 不管发生什么事 他都是挺迷进党 所以这是一个关键 休息一下马上关心